散户蚂蚁熊兵称台股 二月证券划播存款余额再飙了新高 其中股名力挺的台积电 在今天也称为台股稳住军心的关键 散户大军冲锋陷阵 无惧投信连二脉持续集结台股最前线 航运股就华航跟长荣 因为我是抓今年国际型一定会付费 半导体的基本面来看应该是长线 应该是还是可以看多的 可能先着重一些全资股 不只二月证券划播存款余额飙上历史新高 来到三兆1889亿元 月增523亿元 户国神山台积电更是小股名力挺对象 股东数连续七周改写新高 零股小资族人数从三月初开始 几乎每一周都以十万人速度增加 目前已突破70万人 25号台积电也没让股民失望 不甩被外资下修目标价 又面临英特尔抢单两大利空 收涨五元来到596元 成为台股稳住军心的关键 指数开盘后 虽然一度卖压涌现回测17633点 但中厂跌幅修炼 仅小跌22点 收在17676点收复五日线 接下来大盘何时能续工 专家说四月要把握行情 指数的区间会在17000到17900点 这个上下做一个震荡 这人可以把握四月份的股东会行情 跟季报公布跟年报公布 还有这个所谓子利率公布的这样的一个 比较利好的因素 受险业也养金蓄锐 近三个月来对前景欠佳的个股进行太弱流强 二月减码台股约500亿元 近三个月股票售身将近千亿元 也就是说先前收回的银蛋随时能上膛 有望成为台股资金动能 至于25号三大法人小幅卖超0.88亿元 其中投信再度调节2亿元连二卖 现在专家交战 下周投信做账和结账同时进行 投资人需留意股价位储高档的IC设计 出现回档需提早下车 据低轨卫星有望搭上作账行情 投资人布局可审慎评估 东森财经文 吴博蓝杰台北报导 下周投信胡推药 下周投信胡推药 皇持有望